我們看看這個題目 是將y等於log以2為點x 與y等於log以3為點x的圖形 匯於同一座標平面上 那麼在這裡 我們利用前面的做圖法 做出這兩個曲線 那綠色的部分 這是y等於log以2為點x的圖形 橘色的這個部分呢 是y等於log以3為點x 這函數圖形 那麼我們比較 這個圖形可以發現以下的特性 y等於log以2為點x 與y等於log以3為點x 這圖形均在y軸的右側 也就是x 是橫大於0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是這樣的情形 第二個 圖形均為地增函數 且經過點10 那麼 這圖形呢都是 隨著x變大而變大 那這兩個圖呢 都通過10這個點 第三個 在x大於0小1的時候 log以3為點x 是大於log以2為點x 可是當x大於1的時候 這log以2為點x呢 會大於log以3為點x 那我們看到 在x 介於0和1之間 這時候橘色是在綠色的上方 可是在1之後呢 變成是綠色的是在橘色的上方 第四個 這兩個圖都是以y軸為漸進線 那麼這裡呢 越接近0是越接近y軸 但是不會等於 這個地方